循序渐进 织布机下 用眼睛注视着织布机上的梭子 练习不眨眼睛 几年之后 即使梭子尖刺在他的眼眶上 他也不眨一下眼睛 季昌将自己的练习情况告诉了飞卫 飞卫说 这还不够 还要学会事物才行 要练到看小物体像看大东西一样清晰 看细微的东西像显著的物体一样容易 然后再来告诉我 季昌用牦牛尾巴的毛 记住一只狮子悬挂在窗户上 面向男远远地看着他 十天之后 看狮子渐渐大了 几年之后 狮子在他眼里有车轮那么大 记昌便用弓箭去射那只悬挂在窗口的狮子 穿透了狮子的中间 但绳子却没有断 记昌又把自己练习的情况告诉了飞卫 飞卫高兴地说道 你已经掌握了射箭的诀窍了 最后 记昌把飞卫的功夫全部学到手 成为了射箭很厉害的人 循序渐进 意思是按一定的顺序 步骤逐渐进步 只学习工作等 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 小朋友 我们也要像记昌一样 虚心听取师父的教诲 按照一定的步骤 努力学习 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